HELLO 大家好 我是慘妹 8月6日是我們生活王國成立一周年的日子 8月20、21日我們將會舉行我們的開放日 地址在這裡 大家記得到時上來探訪我們 除了探訪我們之外 當然我們會有很多優惠 給大家回饋大家這一年來對生活王國的支持 我們到時都見不散 除了貓山王和黑刺榴蓮月餅之外 還有超級香港特色的霜王蓮蓉月餅 還有同一個牌子的流心奶黃月餅 即日開始接受月訂 280元一斤的完美花旗心已經很划算? NONO啦 可以再划算 我們圓粒的花旗心一斤都是480元 是不是划算得爛呢? NONO 可以再划算 今次我們有整條樹枝比手指的花旗心 一斤都是280元 280元 今次大家快點來買吧 大飛漢瘋 現在北大海會議開到今天應該是第12日 開得很長 但是這次很吊詭 就是七常委 甚至王岐山 就是八常委 你都看不到有什麼公佈 或者直接消失不見 以前怎麼都好 都會有兩三段的影片 或者有些兩三項的事務 他們會出一些聲明出來的 但是這一次很吊詭 但是這一次很吊詭是5號 你就看到北大河會議很緊張 那當然 在去年和前年都曾經有兩個傳言 就是習近平不想開北大河會議 因為前年的水災加上疫情 令到習近平開始被人質疑的時候 已經說北大河會議可開可不開 結果照開 上年也是開不開 結果都開 今年很多人又再傳出 就是說習近平連任已經是鐵板釘釘的事實 大權在握 北大河會議 開不開都可以 結果照開 由這幾件事就看到 習近平主席未必能夠掌控到軍方 和現在中國的權力 所以很緊張 以中共的體制 北大河會議 就已經決定到 哪一個是未來的國家主席 接著過完二十大之後就兩會 但是過去習主席 很多時候就說未來五年如何如何 但是從來沒有說過他會連任 但是如果這一次的北大河會議得出的結果 如果習主席是連任的話 那他就會釋放很多的信息出來 如果到時沒有這些消息的話 那習主席連任就可能成為一個炮影 我們一不停去看 看著就是說這一次北大河會議 究竟人事報局 人事任命 就已經可以看到的端倪 而最重要的就是 習近平再在我們面前出現的時候 就會很強烈的信號 當然他未必說會連任 但是他會這樣說 未來中國五年 的人事報局 習近平主席已經作了重要的參與 和方向 或者說 未來五年 習近平訂立的大方向 無論是外交部 對台灣 對香港 對新疆這些問題 和解放軍軍的動向 是啊 他會陸續這樣投 但是如果 北大河會議 這次開了十二天 都還未見任何的聲明的話 那很有可能 現在還未談好 很緊張很緊張 作為一個香港人 很緊張 很想知道結果 而在這裡 金融時報 又開始造勢 其實 這些外國傳媒不停在那裡試 試的就是 中國共產黨 習近平不能夠連任 之前做過的就是說 西班牙德國 意大利法國 他們已經 說了十一月 派出特使 或者領導人 訪問 習近平 訪問北京 結果當日 趙立堅出來 斷言這樣 沒有 到昨天又再傳出 就是英國衛報 報道說 沙地阿拉伯 正為習近平 下個禮拜 訪問準備盛大的歡迎儀式 北大河會議 北大河會議還未完 的時候 已經有這個風聲 就是下個禮拜 他就去沙地阿拉伯 但是自習近平 沒有任何信息 可以提供 沒有 你可以說 就是兩方面 就是 外交部 都不敢肯定 他要等 習近平 就是說 開完北大河會議 才做出一個 反應 但是 不用這麼決絕的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西方 這些媒體 在那裡試水溫 習近平 是不是能夠掌控一切 習近平 是不是做得到 上次說 尼薩月來拜訪你 你大權在握 你一定要 因為已經是二十大之後 這次北大河會議之後 你的人事佈局已經出來 那 你怎樣 你會不會訪問沙地阿拉伯 其實這兩個問題 就是在試探著 習近平不能夠連任 因為 習主席的連任 是成為了西方國家 看中國的事的 一個所謂的戰略 因為現在他們看到的就是 過去十年 中國強大 由習近平主導的方式 已經可以 衝擊整個世界的民主規則 中國是有能力做得到 而領軍人物的就是習近平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停放風 就是看一下你會不會連任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 課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